時光旅行是真的存在 時間機器也是真的存在 我今天要跟你們證明這一點 在2009年6月28日的時候 知名天文物理學家霍金 辦了一場宴會 這個宴會的目的是要證明未來人存在 可是他失敗了 在這個6月28日 準備了美食、美酒還有一個紅布條 說歡迎具有時光穿越能力的人來參加這個派對 這個派對沒有事前發出邀請 派對結束之後 霍金才向公眾宣布說 他在2009年的6月28日這個日子 辦過了一場派對 如果在未來 如果你有時間穿越的能力 歡迎你來這個派對玩 來這一天玩 結果霍金後來說 他覺得很失望 因為派對並沒有任何人參加 所以他認為說 時光旅行不成立 這個時光機不存在 但是我要說霍金你錯了 各位試想 如果今天在未來時光機存在 它是一個能夠回到過去的東西 代表說這個東西能夠改寫歷史 所以它很危險 在未來這種技術 一定是掌握在 具有權勢的人手中 或者是一些政府手中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覺得今天這個握有權勢的人 他會想改變歷史嗎? 不會嘛 因為他現在都有權勢了 你改變歷史 只會影響到他自己的地位而已 所以如果在未來你要能夠穿越 你必須是一個走私者 而且你必須不是政府的人員 你今天是一個政府的高官 你今天是掌握了權勢的人 你不可能會想要改變 你會想要擁有這這樣的技術 不給別人使用 因為你害怕地位被篡改 你會把它收藏得很好 你想擁有它 但是你卻不去使用它 所以我推測時光機 在未來會是一樣的這種狀況 想要使用的人 就是你想推翻政府的人 或者是你有自己的目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稱呼這些人為走私者 我先假設這些人為走私者 假設你想跟未來想要走私回來過去的人 那你有幾種方法 霍金做了第一個最大的錯誤 就是他向公眾宣布 在向公眾宣布這種事來講 霍金可能覺得說以他的人氣 我在網路上跟大家公眾宣布說 我邀請這些未來人來回來參加派對 是一件... 因為可以觸及到很多人嘛 他很有名 他的網站上很多粉絲 可能就可以跟很多人分享 但這個是一個最錯誤的決定 在未來接收到過去的資訊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那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未來的政府接收到霍金的訊息 他可以銷毀 可以掩蓋 可以各種方法去嘗試蓋住這件事情 而真正想要穿越回去的人 就收不到訊息 或者是說會被關注 就是說 因為你在這邊大聲宣揚說 你邀請有穿越能力的人 是不是未來掌權的人士就會更加注意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個穿越回來的人 你真的要邀請一個穿越的人 你真的要邀請一個穿越的人 這個人必須是你認識的人 而你認識的這個人 這個朋友也好 他不能有任何的公開資訊 也就是說 不能有任何的人知道這個朋友 聽到喔 我再講一次 這個人可能也要認識我 也可能不必認識我 但是他不可以被其他人知道 那他要怎麼認識我 其實就像我現在 我在邀請未來人的當下 就是這支影片的當下 我可能也被未來的政府監控 所以如果 未來人對於時間很在乎的話 他不只獲金 他可能連每個科學家 每個無名小卒 發布出來的 任何關於時光旅行的言論 或者是邀請 或者是嘗試 他都會想要阻止 掩蓋 掩埋 甚至是銷毀 所以包括我這支影片 可能在未來的日期裡面 已經被銷毀了 那我又是怎麼把我的訊息 傳遞給未來的呢 因為我找到了一個 只有我認識 他也認識我 並且這個人 這封邀請之間 並沒有被任何的外界所參透 也沒有在未來 留下任何的歷史紀錄 我帶各位去看 這個人可能各位已經想到了 第一個就是你自己 因為你的想法只有在你的腦中 你自己邀請你自己的未來 他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不確定你自己在未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在我房間 辦了一場派對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一下 除了我自己之外 還有第二個可能性的人是誰 阿明 阿明你來啦 阿明跟大家說好啊 阿明 阿明是我幻想的朋友啦 我小時候就幻想他長大了 你真的來了阿明 欸 所以 未來的我便沒有來 只有阿明來 欸 阿明剛剛走了 他回到未來 唉 這個時光旅行 我邀請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 我小時候一直幻想的朋友 這個朋友只有我知道 他也知道我 第一個就是我本人 我在我腦中 跟我未來說 我辦了一場派對 請你在未來來 唉 可能就失敗了 無意放在這裡 好 我們 今天來做個結尾吧 今天這個時光機挑戰 算是成功嗎 阿明來了 但是 未來的我沒有來 不知道未來的我 什麼時候會來 好 那今天就這樣吧 各位再見了 我是葉提老師 我是葉提老師 我會在未來的我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